熊熊大火越燒越大 浓烟不斷窜出 情况十分危急 右手指着四楼 要上一队员赶紧去救人 这名穿黄色上衣的妇人 已经站在旁边的先生 就是屋主夫妇 他们被救出后心急如焚 约女儿一家五口 还受困在火场 两名大人 三名小孩陆续被抬出 但他们全身瘫软 身上被烧得焦黑 伤势非常的严重 被送往大同联合以及高一 但抢救后人士回天法术 家属在现场哭断肠 这起火警意外 发生在高雄三名区 大连街之灯五楼透天座 三号上午七点零一分 相同队员接获火警意外 之灯透天座二楼是厨房 当时屋主夫妇在三楼 女儿一家五口则是住在四楼 相同队员表示起火点是在三楼 火势一直往上窜烧 屋主夫妇及时被救出 但一家五口分别是父亲四十岁 妈妈三十八岁 以及五岁大的儿子 四岁的二儿子 还有两岁大的小儿子 通通命丧火窟 三楼四楼荣严很大 我是猛烈 所以我们立刻布线 继续搜救 很遗憾的 我们刚才已经找到五位 相同队员说 他们冲到四楼救人 一家五口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而且父母当时 使用肉身护诊儿子 一家人仅仅相拥在卧室 一脚场面看得令人鼻酸 而根据了解 被救出来的赖心屋主 还是高一的前院长 更是心脏科的权威 同住的女儿 是长根家庭医学科的主治医师 女婿则是建人医院的医师 屋主与女儿一家人住在一起 没想到一场大火 带走五条人命 白发人送黑发人 天伦猛碎 记得高雄综合报道